嗨,大家好 距离上次做空瓶还没有几天的功夫 可是因为最近要搬家 所以在收拾东西 就有几个空瓶吧 想给大家赶紧说一下 我就把垃圾清掉了 这感觉不跟大家讲一下空瓶 这些都没法扔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搬家的原因 有想做一些decluster 然后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些 哪一些东西是 其实没用完 但是也打算要扔掉的产品 算是一个小小的吐槽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先来讲空瓶 先来说洗脸 我又用完了一个Nursery的 这个Cleansing Balm卸妆膏 这次用完的这个口味是Rose Oil 玫瑰油的 它的这个味道就是有一种 玫瑰的那种清香 Nursery的卸妆膏 不用多说了 大家一定都知道 我这是在淘宝上买的 就是这样子粉色的包装 它有不同的口味 现在好像在Amazon上也可以买到了 好,大家可以看各种不同的购买渠道 好,这是它 然后用完了一个卸妆精 这个是Cetaphil的这个卸妆精 药妆店里都可以买到 我是因为皮肤经常敏感 所以我家里是要囤这种 可以敏感肤质安全使用的卸妆精 所以这个是有时候防晒涂在脖子上啦 然后或者是身上的 都可以用它来擦 我脸上是不用卸妆精的 脸上我都是用卸妆膏 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 这一类的卸妆产品 好,这是它 那我们再来说洗脸的 洗脸的用完了一个大包装的CeraV 这个就是我常年的爱用品 早上洗脸用的 现在因为之前敏感的缘故 我换成了理肤全的那个大包装的洗脸的 所以这应该是我接下来一阵子 最后一个CeraV的空瓶了 也是大包装 它是Oil Control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Normal to Oil Skin 早上用非常温和洗的也很干净 对,然后晚上有时候 用完卸妆膏之后的二次清洁 我也是会用它 因为它是那种低泡的成分 安全放心 皮肤敏感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 只不过我上一次皮肤敏感吧 就是有一点敏感的过度 感觉皮肤有一点被酸类的产品烧伤了 所以这个当时是没有办法用的 只能是用理肤全的那个 好,另外一个洗脸的就是这个 Use to the people 它的那个里面 你看我还生一点 是那种淡绿色的液体 它的全名叫做 Kale and Green Tea Spinach Vitamins Superfood Cleanser 所以它的这个 怎么说呢 我喜欢它有那么几个原因吧 首先我买的这个是小包装 迷你装的 这个一小瓶是十美元 所以用起来挺有成就感 因为不到一个月就用完了 我是把它用作沉间的剪面 它的涉体也是那种低泡的 所以早晨用特别适合 而且我是把它放在洗手间 洗澡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种瓶装的用起来很方便 它那种泵装的吧 我就不是特别喜欢 大瓶的泵装 当然是更划算那种包装 这首先它是小包装 然后是这种瓶装的 其次呢 它的那个味道非常好 闻是那种非常清新的 非常健康的 甜蜜的味道 所以味道很喜欢 第三 就是它洗完脸之后 脸上非常的柔软 那个感觉是我太喜欢了 所以这个 我已经回购了第二瓶 现在正在用 小包装 非常推荐给大家 好 下一个说的 同样还是面部的产品 说个面膜吧 就是这个Dermalogical家的 这个多维面膜 这个我已经用完了 很多支了 这是大概第三支 还是第四支 现在又开了新的在用 它我是非常喜欢 它是这种 你看是这种淡黄色的膏体 已经挤不出来了 然后你就敷在脸上 大概十到十五分钟的样子 淡黄色的膏体会变深 然后十五分钟之后洗掉 你会发现自己的脸上 非常的 就喝饱了水 然后同时它的味道是那种 就是维他命药片的味道 所以你就感觉很多营养 被吃到皮肤里了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食用感很好 用完之后皮肤非常的饱满 我其实蛮喜欢 它在早上用的 就是尤其是头一天晚上 没有睡好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洗完澡 敷一个它 然后再上妆 这个皮肤的状态是有质的飞跃 所以这个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我常年回购的产品 好 说完面膜 我再说一个精华 用完了一个 大葡萄家的 这个补水精华 SOS Serum 这个补水精华 我非常的推荐 它用了有点快 我大概一个一个多月吧 就用完了 好像上次还给大家爱物推荐了 还有一半 现在这才 三两三周的时间 那个时间就这瓶全用完了 而且我只是晨间在用 非常的好用 北加的夏天是很干燥 我用了它之后 明显感觉皮肤的含水量是增高了 而且是可以保持维持一整天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 我已经回购 我现在在用另外一个保湿的精华 用完那个之后 我就会继续的再用它 冬天的话 我觉得看季节吧 看你在哪里居住 如果你其实居住在干燥的冬季 那我推荐朋友冬季用它 住在加州的小伙伴 这个咱们这儿都是夏天干燥 所以我非常推荐夏天用它 味道非常好闻 然后非常很好吸收 我是混油皮 很快就吸收了 而且没有任何的粘腻感 也不会增加你的那个皮肤油分的负担 就是很保湿 很轻薄的一款 保湿精华非常推荐给大家 价格好像也不贵 我记得好像才49还是59美元 这样子 好 下一个用完了一个保湿的喷雾 这个就是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的 叫My Clearance 这个牌子 它叫Refresh My Clearance就是 胶运师Clearance那个牌子 旗下新出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附属的品牌吧 我看它的广告打的好像是比较针对年轻人的皮肤 它的产品没有那么多 就那么几样 这是其中一个我用的非常好的 它的味道就是很甜美的那种味道 里面的成分都是很天然 比如说有Coconut Water 有Fig 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些成分 还有一些花露啊 纯蜜之类的 它叫Hydrating Beauty Mist 就是你可以 多功能吧 可以洗完脸 可以当Prep 然后或者就是做Toner 也可以当定妆的喷雾 我就是用它放在手边上 在写字台旁边 我到了每天的下午 这个妆有点脱 然后还有就是皮肤毛孔开始有点变大 就是明显缺水的时候 我就拿它在脸上随时喷那么几下 每天下午喷着那么三四回 就觉得脸上一直会很饱满 它有一点点的油分 但这个油分远远不会 就是完全不会增加混油皮 对皮肤上的负担 而且就是你如果喷上它保湿效果很好的话 它是会调节你的水油平衡的 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 因为我是不补妆的 所以我一般就是喷它 或者是大葡萄的那个 Elixir那个喷雾 就这两个 其实还是有那种维持妆面的效果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 而且它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 就是它这个喷头 这个喷头出的这个水物非常的细 所以大葡萄的那个是不能refill的 这个它的这个是可以打开 所以我就想有一些其他的保湿喷雾 如果说那个喷头不好用的话 我就把它灌到这个瓶子里 所以这个瓶子我是要留下的 可以灌其他的喷头不好用的 但是水好用的喷雾 好 这个 而且这个很便宜 这个一瓶是20美元 是焦韵时期下比较平价的一个产品线 好 再讲一个香水 这个是上次空瓶 就应该跟大家讲的 可是我给忘记了 所以这个是Burberry的 应该大家都认得出来吧 就是这个花纹 Burberry的它这款名字叫做 Brit Shear for Her 粉色的那个瓶子 它是那种很清新 很甜美的花香 没有 不是甜美 就是很清新的花香 这是我大概有那么四五年了吧 就是很喜欢这个香粉 我是春夏的时候用它 只在春夏秋冬我是换其他的香水 终于用完了 所以还挺怀念的 很有成就感 而且香水我一般用完了 也不想再重新买一瓶了 因为这么一瓶真的用很久 而我有一大堆香水 所以不会回购了 但是这个香味我真的非常喜欢 这是我刚开始用香水的时候 头几瓶买的 它是其中一个 其他那些都被我扔掉了 或者没用完就 可能瓶子摔碎了吧 但是这瓶是唯一一个 四五年了 一直陪伴着我 彻底用完了的 而且我一直很喜欢的香水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好怀念 好 接下来是一个护手霜 这个叫做 它的名叫什么呀 德国的这个牌子叫 Walletta 就是它那个绿瓶的 绿管的那个保湿霜很有名吧 就是很厚重那种霜 就是据说干净皮肤都很喜欢 或者是拿护手也可以 我这个买的是它粉色的这个 就是专门护手的 它是杏仁口味的 叫做Almond Smoothing Hand Cream for Sensitive Skin 所以如果说你身上敏感的话 也是可以用它 它这个香味我很喜欢 就是那种很清淡的 这个叫Almond 杏仁的香味 然后它真的非常的轻薄 所以很适合 就是你平时洗完手之后 随便涂一下 就是你晚上 如果睡觉之前涂的话 我觉得那时候涂厚重一点的护手霜 因为你要过夜嘛 但是它就是白天用还蛮好的 真的很轻薄 一点也不粘腻 这是我用过所有护手霜里面 最轻薄的一款 然后保湿力度算是中等 因为毕竟它很轻薄 所以它的油分含量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觉得就是 首先很小一支 它是50毫升 我是放在包里没问题 再一个就是 它实在是很轻薄 这个是挺喜欢的 这个我是在Whole Foods买的 好像是10块钱还是多少 反正也挺便宜的 接下来讲 就是一个低眼液 眼药水 就还是Lumify的 那个 我又用完了一小罐 因为实在是很少 这么一小罐 只有2.5毫升 所以这样 我这样想起来 好像它还挺贵的 这一罐是14还是15美元 我在Amazon上买的 只有2.5毫升 我小半个月吧 大半个月就用完了 所以有点贵 这样算下来 但是这个眼药水 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我的肝眼症 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还有就是 我觉得眼睛 有一点 就是变亮了 就是我之前 如果用眼睛很久的话 这个眼睛有一点 暗淡无光 然后现在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就是 眼睛不会那种 暗淡无光了 所以这个眼药水 我还是挺喜欢的 好 接下来 对 这就是所有的空瓶了 因为离上次空瓶剂 也很近 所以没有再用 用完什么更多的 有一些 decluster的东西 想要给大家讲 其实都是 大部分都是护肤品吧 然后彩妆 我把自己所有的彩妆 过了一遍 没有什么 想要decluster的 因为我不喜欢了 也就都退了 所以留下都是 自己很喜欢的 唯一的一个彩妆 想要decluster 这个我要 我很心痛 这个要decluster 因为它是Natasha Dinona家的 一个Crystal Top Coat 这个还蛮贵的 我记得是25美元 还是27美元 它是这个Chroma Crystal Top Coat 它是那种 就是带偏光的 它这个 它的这个色号是 叫做Burned Terracotta and Green 是这个Dual Chrome Top Coat 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不得不decluster掉 因为它就是干掉了 我才买了几个月呀 才我大概是第一季度结束的时候 三月份 对三月份买的在Sephora 然后现在 它其实已经干掉有一阵子 基本上就是我买了两个月之后 它就完全干掉 而且我还往里面滴油 就试图把它挽救回来 结果完全没有用 我给大家试个色吧 这个颜色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你看它是这种带红绿偏光的 非常的好看 你看从这个里面 罐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红绿偏光 你看这样看有点发红 这样看就是绿色 涂在眼皮上非常的美 而且也很适合黄皮 就是黄一黄二白呀 我这种肤色非常的适合 但是它干了 我用了 我用了大概有十次 我觉得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 刚买来那一阵子的时候 老用 而且它的那个 它是泥状的嘛 涂在眼睛上非常的细腻 跟Pat McGrath 那个大亮片涂在眼睛上的偏光 感觉又不太一样 是那种星星点点的细腻 我真的非常爱 就是我觉得它太失望了 只需要把它decluster掉 所以我看网上很多人推荐 很多人吐槽 那它是Denona的这个 这个小小的pot 就是说它干得太快 我不幸踩雷了 当然都是我后来 发现它干了之后 才看了有人视频吐槽它的 所以它有其他很多的颜色 它其他的颜色也都很美 但是就是干得太快了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唯一一个 彩妆要decluster掉的 然后护肤品 有两样 都是面霜 首先就是这个 Andalue的这个面霜 它的 Renewal Cream 它的VC Renewal Cream 它的这个香味 我实在太喜欢了 但是就是 首先它不是特别的好吸收 我觉得涂上之后 就是比别人慢半拍的感觉 它的吸收是需要个 二三十秒钟 对不是涂上之后 马上吸收 这点我是有一点不喜欢 再一个 我没有看到什么美白的效果 就是一个普通的保湿的面霜 保湿效果也很普通 所以我就用大概有两个礼拜吧 就没有再继续用它 我觉得我就要 接下来一两天 我就把它涂身上看 能用多少 用多少 剩下就把它扔掉算了 就是这个味道非常好闻 就是那种 鲜榨的橙汁的味道 这个也是当时在 Whole Foods买的 这么一瓶 好像23还是24美元的样子 接下来要扔的 这个是Skin Cuticle家的 它的一个保湿面霜 是给normal or oily skin用的 它叫lightweight pore minimizing 所以我为什么要扔它 因为你看我买了这一罐之后 用了这些吧 我给了它机会的 给了它两个礼拜的机会 但是用不下去了 用不下去的原因是 首先给大家看 这可能在镜头上看不出来 它里面是有这种 小细闪的 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里面带细闪 这件事呢 我就是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喜欢那种 就是你面霜就面霜嘛 里面干嘛带 带点小细闪 是什么意思 对吧 它是 就是我总感觉 我涂上它之后 我就化了妆了 我得卸妆 所以我一直是把它 当日霜用 但是它是说 Pore Minimizing 首先完全没有看到 缩小毛孔的效果 保湿效果也真的 就是很一般 这一罐是60毫升 两个fluid ounce 然后我记得是60美元 还是70美元 就是在Skin Cuticle家的产品来说 它真的算是平价 你看它的那些精华 就动辄就 90多100多 200 快200 对吧 所以这款真的不算贵 但是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性质 里边带细闪的保湿面霜 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接受不了 再一个 它的保湿效果真的挺一般的 我在想说 它的这个缩小毛孔的 自己推销的这个缩小毛孔的功效 是不是就是 因为里边加了细闪 什么看的有平滑 几乎的肌肤的效果呢 就是目测 看起来这种效果 但实际上不会给你缩小毛孔 这有一点虚假广告的嫌疑 而且我就真的没有觉得它有多么的好 这个面霜 所以我这次也是要把它 decluster 像这个 我都不想往身上涂 因为我总觉得涂到身上也是跟化妆了一样 它里面有些细闪 所以真的不推荐给大家买这个 好 这就是我所有的 最近的一些小小的空瓶 还有一个小小的 decluster 奉献给大家 马上就要搬家了 算是一个小小的 summary 下次录视频就是在新家了 可能会有一阵子不会上新 希望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交流下去吧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